上时梦上时不简单 其实很有心计 他被贬之后 利用郭贵妃起父 然后还借由朱高赤尽善至机 向其打警权小报告 说了采办玉面黎之事 那么玉面黎是什么呢 上时中这位光清警权 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 而且他因赴南京采办玉面黎一事 而被查办也确有其事 在明史第八十二卷中有这样的记载 人宗出光露清警权奏 遂力遣证官网南京采域面黎 帝赤之曰小人不达正体 正方下诏 竟把不及之物以西名 其以口服戏顾 师大信业 为何无论是上时中的朱高赤 还是历史中的朱高赤 都对警权的这一行为很不喜欢呢 要知道朱高赤是很喜欢吃的一位皇帝哦 这还要从采办这一行为说起 明朝时期的朝廷通常会有三种争调物资的方式 分别是岁办 鹅办和采办 所谓岁办 是指每年由全国各地进贡到朝廷的固定物资 具体数量大多依照任土做工来办理 所谓鹅办 是朝廷按自己特定的需求 指定各地上交或制造的各种物资 所谓采办 是指当前面两种形式上交的物资 不能朝廷需要时 由各地官员自行出资为朝廷单独购买的物资 在这三种形式的物资采购中 采办的铺张与浪费由盛 虽然名义上是由地方官员出资为朝廷采购 实则大多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与商人头上 从而导致民间的商人与铺户 因此倒闭或家破人亡的例子不胜枚举 而刚刚登基的朱高赤 此时正在大幅修改与废除之前的许多旧制 并开始大型人证 他不仅轻摇伯父 还大量安置因战乱而被锦离乡的流民 同时还赦免了因尽难之意而被朱棣成储的罪臣与家眷 并让许多因此受到牵连的官员恢复原职 朱高赤还设了之后沿用数百年的巡案制度 并几乎完全停止了三办之中的采办 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光似的四清景璇却顶峰而上 要去南京为朝廷采办欲念离 也因此触犯了龙颜 所以才有了上时中 梦上时借由朱高赤尽善之时 向其打小报告陷害景璇的一幕出现 而姚子金眼中那个公正的梦上时 之所以会背后捅景璇一刀 大概是因为之前自己被贬而使出的报复手段吧